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抗会和总检察署在这方面的权利面对太多的阻挠和干预 让民间产生政府无法大公无私办案的普遍印象 不但无法起得基本阻合和警惕作用 反而会进一步姑息其他贪官有史无恐的嚣张气愿 导致贪污文化进一步扎根和扩张 为了强化现有的反抗机制 马清建议反抗会必须直接向国会负责 包括特定高官的职位格除也必须获得国会通过 而联邦宪法第145条款 只应该修改 残民总检察长之位的格除 只能够通过格除联邦法院法官的管道和基础进行 我们也计检讨总检察署所垄断的司法提供权 因为过去的许多案例 如伊伯拉肯阿里和权王阿里等等显示 当局在做出是否提供的决定时 太多的黑箱作业和主观偏差 甚至有侮辱大众智慧之嫌 更严重的是 当局在这方面的绝对提供权利 可以说比法官的判决权利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时候甚至宣兵夺处 超越了法官的权利 把自己当作初步过滤判冠 使到不少关于公众利益的案件 无法在法庭内部通过透明和严谨的司法程序 还原事实的真相 给予全民清楚的交代